感谢主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 在耶稣基督里 你施下宝贵 这荣耀 这永远的救恩给我们 让我们灵里面有 确计知道 我们是一个蒙大恩的人 这完全都是 你自己的恩典 你透过你独身的爱子 从荣耀尊贵的天上 来到这个罪恶 卑微的世界 主耶稣来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服侍人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书架 主耶稣不但 被钉在书架上 他埋葬 三天从属里复活 现今在父神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 我们处在 这个耶稣要来的时代 我们愿你的灵 圣灵大人的工作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我们看见我们 所处的环境 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罪恶 我们看见主耶稣 透过圣灵大人的工作 预备他的教会 迎接他荣耀的再来 祝福我们 今天从这个 上帝是烈火 这个信息里面 我们领受 我们不单是听 我们不单是领受 我们更是有行动 活出来 感谢主 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为了你的荣耀 为了我们的生命 得到你的建立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 至高的生命 祷告 Amen Amen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今天是我们 这个上帝是烈火 的第 这个系列的第五堂 那感谢主 这是 神自己在我生命中 所做的感动 上帝要我 在 这一段时间来分享 有关上帝是烈火的 这个信息 那这不是一种 我想讲 我喜欢讲 这个一系列的信息 是上帝的呼召来的 那我越来越感受到 每一次我要做的东西 不是我想要做 因为我们事奉酒的人 我们有很多东西 可以说我们要做这个 做哪个 但是 我却拒绝这么一点 我就灵里面 透过祷告 跟神的关系的建立 从神领受 当他说 现在要讲这些信息 要准备这个信息 就算没有人要听 那我还是照讲 因为我们是 顺服主的人 所以感谢主 上帝是烈火 这个系列 是神给我的感动 所以我就 按照神给我的时间 我来安排 所以感谢主 那这个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二十八 到二十九节 这里给我们说 所以我们记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什么国是不能震动 天国是不可能震动的 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 地上的国会震动 各国 各国 都会震动 我们领受的 这个不能震动 它是永远的国度 我们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 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一群 很有盼望 盼望的人 他说既然我们 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他说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业的 就当感恩 我每次我每次我违坐 我领受这个救恩 因为这个救恩不是暂时的 不是一百年的 不是一千年的 不是一万年的 这个是永恒的救恩 这个不但是永恒的救恩 永远的救恩 这是一个荣耀的救恩 这个是尊贵的 这个是主耶稣 他的代史留学舍身 所建立的这个国度 所以我们常常感恩里面 不管我们周边发生什么事情 已经不是最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进入了 这个不能震动的国 所以他说照神所喜业的 神所喜业的什么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 虔诚敬畏的心 这个虔诚就是我们很忠心的 把自己献上敬畏神 我们是为神的荣耀 而侍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 因为我们在地上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 将来在审判的台前 我们要受审判的 受审判我们能够带到永远去 还是审判的时候 他就化为无有呢 就像保罗所讲的 我们建造的是什么 草木河街的工程 还是那个精心 草木河街一烧的时候 就没有了 那我们永远的这个荣耀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永远的荣耀 是荣耀的荣耀 感谢主 那我在住在这个 我们说是罪恶之城 我们现在住在纽约 这个法拉圣这里 这个地方 我们处在这个 我们现代的 所多玛 而摩拉 这个地方 那神就把这个信息给我 我也挂着我这个牌 我这个上帝是烈火 那不知道多少人已经看了 我已经挂了好几个 从二月开始挂到现在 那走过的人 甚至把他读出来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 所以神叫我做的事 我就勇敢去做 我能怎么看 这个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神怎么看我 这个才是重要 感谢主 今天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 上一堂的信息 然后今天接下来 我们要把焦点 放在这个火的先知 我们知道就业有火的先知 以利亚跟以利沙 我们看到很多例证 说以利亚是一个火的先知 甚至他的门徒以利沙 也是有火的先知 也可以说是火的先知 那在新业里面 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火的先知 是世西安 最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快快review一下 我们上一次讲的 那以利沙 借这个以利亚的事奉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很多方面 这个猎王记下 我们从第六章看到 当时这个敌人要来 攻打这个以色列 那来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以利沙的仆人 看见这么多的 这么多 那看见的时候 那以利沙的灵 是非常敏感的 他知道 通过灵里面看到 通过看到在外在的 所以他已经看到 上帝的火车火马 比这些还多的 神人说不要惧怕 与我同在的比他们更多 他看到会打开看的时候 这个以利沙 祷告说 耶和华求你开 这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所以他就 他的眼睛就打开 看到什么呢 就看到 这个火车火马 围绕在 满山丘火车 围绕在这个以利沙 所以这个看见很重要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被 我们眼前看见的吓昏 这个仆人就这样 然后接下来 更重要一点的是 这个以利沙做什么 他就祷告 这个是我上次讲的时候 这个是从启示录第十二章 神要给我们眼睛看到 我们的这些 帮助我们的天使 有三分之二是没有堕落的 上帝创造的 这个天使中间 三分一已经堕落了 那我们有三分二 当然从天使的角度呢 我们的人数都比 堕落的天使还多 多一倍 他们三分一 我们三分二嘛 所以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们看不到 但是他是存在的 我们不需要看到 才想起他存在 他看不见 他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们不用怕 所以这个以利沙就祷告 他的祷告什么 他们来了 军队来了 眼前来了 你看到眼前 就好像要跟你打仗了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的时候 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 我昏迷他看不清 他接下来做什么 耶和华就照以利亚 以利沙的话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以利沙对他们说 不是那道 也不是那城 你们跟我去 所以后来 这以利沙就临到 那个撒玛利亚去 然后这以色列王那里去的时候 你把你的敌人引进来 那这个以色列王知道之后 哇 敌人来了 怎么做 他们好像很乖 乖乖的听这个以利沙讲话 是要杀掉他们吗 但是以利沙说 没有啊 你要请他们这个吃 然后之后吃完之后 就打发他们走了 从此呢 这敌人呢 就不再跟以色列王在做 就是平安了 所以这个方式 好像我们只在电影里面看到 但是事事事在圣经里面 感谢主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这个以利沙的生命经历里面看到 这个神的工作 接下去 我就从最后 这个耶利米先知 他在耶利米书很多 耶利米书是 你读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很悲哀的 因为耶利米是处在 这个耶路撒冷 北国已经灭了 现在等到耶路撒冷 犹大也要准备被巴比伦灭掉 上帝给他的领受 他说你要顺服 顺服 因为这个以色列犯的罪呢 他们受的刑罚已经到了 所以他讲的这些话呢 就当时的很多 这些以色列的 犹大人都不听的 他们还是相信 就是好像有一种 我们的上帝是能够的 过去怎么带领我们 有时候是这样 当然上帝可以拯救你 但是你的罪 到了满营的时候 神的审判就来 所以我就列出这个上帝 怎么透过这个就是耶利米 耶和华万金之神如此说 因为百姓说这话 就是这些依赖这些假神偶像的话 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 现在耶利米讲话 好像有火出来一样 使他们为财 这火便将他们烧灭 接下来《猎王记》下25章 就是记载有关 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圣殿 被完全拆毁 然后这些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这些 至少我们上次看到的 我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 这个我们要花更多时间 这个有关施洗夜汉 他也是他领受也是火的信息 这个作为神的仆人 就是要知道上帝要我们讲什么 施洗夜汉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他的记载 那他的背景 大家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都知道 他的父母亲连吉老迈 他是这个祭司的家族 这个他年纪老迈的时候 他们就领受 这别他的爸爸领受了有关 他的太太就是以利沙伯 要怀孕生子 对他来讲 这个年纪老迈的夫妇 这个是好像已经是不可能的 但是上帝的话是又真又实的 什么不可能呢 上帝都可以死无变为有 你眼目所看见的这个树木花草 这个整个地球月亮太阳 这些都是从无道有来的 这些在永恒的过去里面 没有花草的 没有太阳月亮星星的 这些都不存在 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的过去 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 这些都不存在 那上帝说有就有 命力地毅力 所以我每一次在走东的时候 就给我一个信息 我说我现在看到花木草 这些以前都不存在的 上帝说有花就有花 有草就有草 有月亮就有月亮 有太阳就有太阳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神的工作 我们是100%的信靠的 这个 以这个世奇汉生下来之后 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等于我们会看一些有关他的使命 那世奇汉我们都知道 他是耶稣的显访为主意备道路的 所以当世奇汉大概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 那时有世奇汉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 那据一些圣经学者 他们说因为这个世奇汉的父母是年纪老迈 所以他在很幼小的时候就交给在旷野一派 就是自己退到旷野去的 他们叫他乃西派 这个是一个敬虔的一派来的 他们当时也是等候弥撒亚来的一派 所以他们在过着简谱的生活 竭尽自己 然后等候弥撒亚来的一派 所以世奇汉就是在旷野 很多时候是在旷野长大 所以很自然旷野的地方成为他的平台 这个先知 所以上帝的话在哪里 你不是靠 如果从人的角度 他应该去这些当时耶路撒冷 各地都有那个大的会堂 他可以去那边讲 这是他的平台 他没有 他的平台是在旷野 旷野的平台 那有多少人要跑到旷野去呢 但是神的话在哪里 神的话就有能力吸引人来 所以这个是重点 所以他说天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像这种信息 谁想听这种信息 悔改 我们要悔改什么 我们来听要好的消息 我要听上帝跟我讲什么 上帝说你要悔改 天国进了你要悔改 然后这里就简单介绍 有关这个世奇汉的事奉 是根据以赛亚书 里面这个预约里面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只修他的路 这一汉身穿骆驼 毛的衣服 腰素着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那时 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约旦那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受他的洗 所以你看 神的话有能力 吸引那些 想要听的 要来的 所以来的人呢 都谦卑自己 这包括谁呢 包括谁 这些人 遗憾看见许多 法利塞人和撒都盖人 那法利塞人呢 我们都知道是很熟圣经 很熟律法的人 这一群的人呢 他们都根据他们的了解 要遵守律法 行律法出来 这就是讨上帝的喜悦 另外一派的 撒都盖人 撒都盖人呢 只有相信 就是圣经 这个旧位的话 但是他们不相信 复活的事情 所以这两派 都有 我们说现在有 不同的神学立场 他们来的时候 也来受洗 那这些受洗的人 撕起遗憾 知道他们的背景 了解 他们 他们不是 人来 他也跟着来 就 就这样来受洗 他对他们 说什么呢 毒蛇的种类 谁只是你们逃避 将来的 愤怒呢 这里讲到 你们要借出 这国子来 看到吗 以悔改的心相称 这里很清楚 只是特别 他还有其他人也来 但是约翰呢 对这些 有宗教 他的生活 就受宗教影响的人 这些就在当时社会 你看过去 是好像很虔诚的人 他却指出 他们的这个问题来 就什么呢 他们就说 毒蛇的种类 我想这是一个 对他们来讲 说是一个很 很羞辱的一个 称呼来的 但是约翰 是不需要把人赶走 那些法利塞人 撒度干人 听得怎么样 这些信息 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 讲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 会把人赶走的 人来 不是要听 你要讲的信息 他要来听你讲 他想要听的信息 这个对我们 做牧师的 我在教会 在新山益上基督教会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在那里 全都牧会 参与都有十一年的时间 那我常常碰到 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讲道是很严格的 我要求也是很高的 那我教会的领袖 三两次就会觉得说 梁牧师你讲得很严厉 有时候讲道 我在教会里面讲 不是要讲 你要听的 我是讲上帝要我讲的 这才是重点 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我还是照讲 我说我没有讲错 你没有讲错 你只是比较严厉一点 特别是有时候 不到会的时候 我做讲言的时候 你讲这道 我把我的朋友 新朋友带来 被你赶走 那种我就心里想 他来听道 是要听神的道 怎么走 他如果心里有什么问题 他是要跟神面对的 不是我赶走他 我没有我讲神的话 我代表上帝来讲话 透过我来讲 他要我传讲的信息 所以这些都不容易 但是神的仆人 就是要做 神要做的事 所以约翰就这么讲 勇敢的讲 大声的讲 不管他是什么背景 他一律讲 他没有分别出来 我像那些平民百姓 讲严格 这些宗教领袖 就又讲一些好听的 给他们 或者他们可以接受的 没有的 他的道是 就是大家都要听的 他说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 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也亚伯拉罕 新奇子孙来 现在 朴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借 好果子的时候 就砍下 丢在火里 就把它烧了 这很清楚 现在是时候了 审判的时候 在这里了 所以他就勇敢的 在这里来传讲 感谢主 我们看到 约翰说 他知道 他的信息 不是终点 他的信息 是指向另外一个 我是用水 给你们实习 所以他们悔改 他们表明 他们悔改的心 他们就接受 这个洗礼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他只是做了前面的 好像功夫 接下去有更重要的是谁 是后面来的 那我们都知道 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因为当时 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去见这个玛利亚的时候 玛利亚已经从这个 加白列 这个天使说 他要怀孕生 我们估计他是大概六个月左右 所以他之后怀孕了 那所以 约翰跟耶稣的相差距离 就是六个月 可能到一年 我不晓得 但是就是比他大一点 所以他指向 要来的那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 就是我给他提携 也不配 还要用圣灵 以火 给你们实习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火的先知 这个施洗汉 传讲这个火的信息 然后指向 这更重要的就是 他要的来的 他已经来了 约翰出来 事奉一辈之后 然后耶稣就出来了 他指向 这个耶稣 感谢主 所以 耶稣呢 要用圣灵 以火 要用圣灵 为你 是洗 圣灵 是很抽象 他的火呢 我们都知道 因为火 对我们来讲 是很真实 我们看过火 火是要做什么的 是来炼净我们 来把我那些 不好的 这些 污秽的 用火 把他烧尽 这样 感谢主 所以这是 施洗夜汉的一个信息 所以施洗夜汉 他这个人 他的信息 不单只是像 普罗大众讲 不单只是像 宗教领袖讲 不单只是像 这些 当时社会 这个有宗教背景的人讲 他甚至 对那些 政治 有权位的人讲 我讲 所以这里 我从这个 马可福音 第六章 我们都知道 后来这个 施洗夜就死在 希腊的 这个太太 手下 为什么呢 因为希腊王 有一次 透过 这个 他的 这个 他的 太太 的女儿 跳舞的时候 跳舞的时候 他说你就算 给一个 半个国度给你 都可以 你要求什么 然后这个 希罗底 他怀恨 所以他就告诉 他女儿 他要 希腊 希腊 就是 去监牢里面 去把 这个 施洗夜汉的头 砍下来 给他 这是他 当时的 这个 要求 所以后来 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 因为 这个 施洗夜汉 他对 这个 希腊王 这个政治人物 他知道 他娶了 他兄弟 的妻子 是不能的 是不可以的 那他这样做 是不对的 但是 王 这个 希腊王 很多时候 王想要做什么 因为他做王 他最大 所以谁敢 可以动他一根 含毛 那施洗夜汉就对这些 政治人物的道德的水准 他勇敢的 来责备 那当时的 希腊王 你看他说 因为希腊王知道 约翊是义人 是圣人 是公义的人 是圣洁的人 他的生命 在这个 不圣洁的王面前 他都看到 所以尊敬他 保护他 听他讲论 就多照着行 并且乐意听他 他是有听 喜欢听 但是很多时候 听了之后 他自己在背后里面 有时候他说 我是有心努力 但是他还是尊重 这个神的仆人 施洗夜汉 所以从这个 这个不敬前 这个不圣洁的王里面 说约翰 是一个公义的人 是一个圣洁的人 感谢主 那我们从这个 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 从这个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 刚才我们讲了 他跟他的太太 以利沙伯年级老迈的时候 都还没有孩子 所以他们其实都一直 祷告有孩子 但是到了他们年级 这么老的时候 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 上帝就 就 透过一次 这个 撒加利亚 在圣殿 事丰的时候 向他显现说 他的太太 以利沙伯要怀恩生子 后来他开始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 因为他有时候 让上帝给他领受 他第一个反应 是好像不可能 他因为对神的信心不足 上帝说你不能讲话 知道这个孩子出现 出生 所以后来我们看见 真的根据神的应许 他的太太 以利沙伯生下 这个十几年之后 这位父亲就 就开口了 就能够讲话了 他父亲 撒加利亚 被圣灵充满 就 就说什么呢 你看 就说议员 什么议员呢 足以涉猎的神 是应当承送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所以 这个孩子生下 不是为了满足 撒加利亚以利沙伯 可以有白恩生子 可以做 父母的责任 这样解决 不是 这孩子的出生 他有 神有更大的使命要给他 是神要透过他 来做的工作 他 建顾他的仆人 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拯救 在他仆人 大为家中 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 正如主借作 从创新世界以来 对圣经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他向我们列祖师怜悯 今天他的圣业 就是他对我们 祖宗亚伯兰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中 手中被拯救出来 就可以终生在他面前 坦然无计的用 公义圣解 侍奉他 接下来 孩子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 预备他的道路 所以撒迦利亚被圣灵感 都很清楚知道 那位要来要拯救的 以色列的弥撒亚 他的儿子扮演什么角色 他说至高者的先知 然后他说 这个弥撒亚要来的 准备要来的 就是预备这些 信靠他的人 可以坦然无计 用圣洁公义 使风谈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当自己 出去围这个弥撒亚 预备道路的时候 他要告诉他们 要远离罪恶 要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来 那请问 这位 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他要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吗 所以约翰有没有活出来 刚才我们从马可福音 第六章 第二十节里面 这个不圣洁的王 西利知道约翰是谁 是义人 是圣人 所以这个至高者的先知 施洗约翰 他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 他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 来侍奉 耶和华上帝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约翰的生命里面 可以带出这个圣洁的生命 所以我在这里有特别提到 如果我前面 我自己有写了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圣洁公义的人 圣洁公义的人 对罪恶的责备是没有留情的 因为他是圣洁 他是公义 当他指向某某人的时候 他另外一个 我们说那是他的手指 一个指向别人 另外几个手指指向他不是 所以这个圣洁公义的人 对罪恶的责备 是没有留情的 那我们在美国这里 每一年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好一些很大教会的领袖 或者一些大机构 祷告机构的领袖等等 他们都是因为跟圣洁有关 跟情义有关的事情下台 一个一个下台 为什么呢 那上帝 严格 很多这些罪恶的都是 很多时候是发生 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 更早的事情 你十年前二十年的事情 你以为上帝不会追讨 他时候到的时候 他就叫你下台 所以这些 如果过去里面 他们讲的信息里面 可能跟圣洁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不觉的时候 他可以讲很多 激励人心的话 鼓励人 怎么样去侍奉神 怎么样去爱主 但是跟圣洁有关的课题 可能他不提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这个施洗遗憾 肯定是比这些的牧者来的 更加的勇敢 所以我们的勇敢 是因为我没有 没有办法来责备 我们自己的心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自己常常 每一次在 反省祷告 反省祷告的时候 都是常我讲的 是我要做的 我讲出来的东西 是我在做的 我虽然不是完全100% 我知道我还有一些瑕疵 但是我的立下心智 就是我讲的 我现在讲的 在过去的22天 我自己 这个不做的 这个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施洗遗憾的生命 就带出了这个重点 感谢主 所以 约翰呢 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还有什么 我们再看下去 约翰的生命里面 这个约翰已经 因为这个 西罗底的憎恨 透过犀利的手 把他杀害了 斩首了 那 约翰的侍奉 在这些人群中间 他侍奉不是很长 可能一年就结束了 那有关这些受施洗 人生命影响的人呢 因为约翰出来的时候 他开始指向耶稣 他的门徒都 他都看了上帝的羔羊 除去是人罪孽的 他的门徒 跟他的门徒开始 一个一个来跟从耶稣了 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 你的门徒给人家拉走了 你一定很生气嘛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生气 他说他必信旺 我必衰微 因为他的重点 不是把人带到他那里 他好像是过渡时期 上帝给他这一段 是侍奉里面 预备这些人的心 他用水施洗 那一位后面来的 比他能力有大的 他要用圣灵以火 来为他们施洗 这是他的重点 他的重点 不是把人带到他那里 建立他的王国 他做完了他之后 上帝知道 所以很奇妙 耶稣出来之后不久 耶稣就被关在监牢里面 后来被斩首了 所以不是两个人在竞争 他准备了他的功夫 上帝就把他带到监牢里去了 他做完他的功 让他在监牢里面退休 所以这是神的方法 但是耶稣的侍奉 我们从这个 耶稣福音第十章 我们看一下 这里说 耶稣又往叶丹河外去 就是叶丹河 刚才我们讲的 这施洗一样就在叶丹河 旷野那一带侍奉 到了耶汉起出施洗的地方 就在那里住 那耶稣到这里 为什么回到那里呢 我想很重要一点的是 因为耶稣也本身 在叶丹河 接受这个施洗一样的洗 所以很多人就来到他那里 耶稣回到这个地方 之前耶汉在那里讲的时候 他说你不要对 看着我 那个以后来的 是那一位 他们说 耶汉一见神迹 没有行过 但耶汉指着 这人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这个很重要 约翰呢 这里我们看到 他在矿 他主要的侍奉在旷野那里 那些人到他那里 他就勇敢的传讲神的信息 然后来的人呢 没有人要求他 我没有看到他有这个 我们说医病赶鬼的侍奉 不像耶稣 耶稣到哪里 讲到完之后 一定有医病赶鬼的 一定有医病赶鬼的 到哪里都有医病赶鬼的 这个侍奉 但是约翰 我们没有看到他 有的记载有关他 这个医病赶鬼的事情 他没有做这个 那对一个上帝的仆人来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一个 因为如果你读旧约 旧约先知 这些神的仆人 你都会看到 他们的侍奉的里面 充满着神迹奇事的 所以这一个神的仆人 来没有神迹奇事 因为你没有神迹奇事 怎么印证你讲的话 是从神来的呢 那这个是上帝用另外一个方式 他的生命 他没有神迹奇事 但他的生命就可以吸引人来 他的生命 人家听到耶翰的时候 这个耶翰是一个正直的人 这个耶翰是公义的人 这施洗耶翰是圣洁的人 连这个西利王都这样来称赞他 所以他没有行过一个神迹 这是很奇妙 所以这些都是忠心的仆人 他没有神迹 他也不会觉得我是低人一等 我出来的 我侍奉 上帝没有用神迹奇事 来随着我讲的道 那我可能会被降级 是不是我比较不重 我这是比较不重的 没有啊 我相信他的重要的地位 比很多限制 比很多限制还大 还高 但是最重要一点的 但耶翰只做这人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我想除了施洗之外 我想很多人都会常到旷野 去找耶翰的时候 耶翰会把有关就业里面 他说你说那要来的那一位 为什么能力比你大 我想这些后来要补上去的课 我想我自己觉得 这些给他洗了礼的人之后 他有follow up 那几个月里面 有机会 听耶翰讲解旧约的圣经 怎么样应验在这个耶稣的身上 我想他们就讲 所以他们就预备这些人 不但洗礼 他们也预备这些人有关 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这位耶稣 这个弥赛亚身上 所以这里说 这些人 这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所以因着施洗一汉的见证 他的洗礼 他的见证 就把人带到耶稣的 他不是用神地歧视吸引人来到他面前 听他讲道 他讲的都是从圣经里面 句句都是根据旧约里面的意愿 怎么样应验在耶稣身上 所以这里说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每次我读的时候 哇 耶翰虽然人走了 但是他的影响力还继续有 人还记得他讲的话 现在耶稣来了 耶稣行的东西 做的跟耶稣 所自己看见的 所讲的都一样 所以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很简单 没有外在的任何因素 只有神的话 一个真实的仆人的见证 所以感谢主 这个火的先知 他外表没有看到很火的 这个神迹奇事 像旧月里面的以利亚 以利沙 祷告火从天降下来 这个耶稣是没有的 但是他的话 确实有火的力量 他的话却能够炼进 人的心灵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每一次我讲 讲到施贤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他好像不是根据 有时候上帝的工作是这样 我们常常有这种很刻板的 神的仆人一定有神迹奇事 我说耶稣没有 很清楚 跟着他的人 怎么祷告都没有得益之归 怎么样去赶 他也没有任何记载有关神迹奇事 所以这里就讲了 耶稣一见神迹没有行过 那些听他讲的 受过他喜的人 他说他没有见过 他没有行过 也没有听过 但是他所说 有关这个人的话 都是真的 感谢主 我们需要 现在也很需要 这一类的牧者 这一类传道人 这一类领袖 讲话都是真真实实的 感谢主 好 最后呢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从一系列 这个有关上帝是烈火的信息的时候 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从约翰的生命里面 生命里面 我最简单的来做一个结论 第一呢 是什么 很简朴 那他的简朴呢 是我们刚才从一开始的时候 看见他是在旷野 旷野这个地方呢 通常很多人都不想 不想去的啦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好 除非你想安静 因为旷野真的是 很少人的 那我简单的说 他身穿的就是 就是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生命 他的生活所需的有足够 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呢 我们要要要留意的 我们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这个 对这个整个 我们的生活的需求呢 我们常常要要 好像要跟人家比较 这方面我自己个人 我就尽量简朴一点 简单一点 简朴一点 感谢主啊 这个可以省更多的钱 可以做主的工 省更多的钱 来帮助那些 很有需要的人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公义 跟圣洁的生命 所以这个我们要一直 不断省察自己的生命 一直不断求圣灵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直察验 有哪一方面 这个不公的 你这一举一动 有那种不公的 这个行为出来 要求主来 鉴察 鉴察 然后哪一方面 我们的生命 有什么不结的 我们也要求主来 鉴察 鉴察 另外呢 我们有没有活出真实的生命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 这不是神要讲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 燕福音第 三章三十四节 你要怎么样经历 你们要怎么样 你有圣灵的能力呢 他说上帝所猜来的 就说上帝的话 因为是给他的圣灵 是无限量的 这里讲到那个圣灵的无限量 圣灵的这个无限量的能力 在谁的身上 在那些是上帝所猜来的 是讲上帝话的人 所以我们要天天训练自己 我们要讲上帝的话 那你要讲上帝的话 很简单 第一你要熟悉上帝的话 圣经 我们要去读 要去默想 要去祷告 因为圣经是已经启示给我们 上帝的话 所以这个上帝的话 在圣经里面 然后第二呢 你怎样让这个上帝的话 很扎实的 在你的心里面呢 这个耶稣 基第一章第八节 他说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 昼夜 思想 总要 昼夜 好使你谨守着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所以讲到这个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就是你一直 旧约的人就一直朗诵 他们能够把这些神的话记起来 首先你要能够朗诵 你要朗诵的时候 你不但朗诵 看到字朗诵 就算没有看到字 也要朗诵 通常如果你要进入到昼夜思想 或者昼夜默想的时候 你唯有把它记起来 你把它记起来的时候 你就能够进到这个昼夜思想 感谢主 这是我常常做的 我喜欢背圣经 然后喜欢在圣经里面 我常常会用我的脑袋来思想 思想神的话 让神的话继续在我生命里面 在我生命里面来做 所以感谢主 这是我每一天早上醒来 我都自己脑袋里面 上帝 你的话在我里面 你要我唱的歌 我的整个生命一举一动 我的行为 我都要被上帝的话完全来控制 我的生命要活出真实的我 你不能活出两个人 在家里一个人 在外面一个人 没有 你就是真真实实 在家里的人 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的孩子 你的太太看见你 你的丈夫看见你了 你的孩子看见你的生命 跟别人看见你那什么 应该是一样的 不是在家人做一样 在外面做一样 在家会又做一样 不可以的 人看不到 但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无所不在的 上帝的眼光 24小时 把你录起来的 所以你逃不过 你无论往哪里去 像这个大卫 他的诗里面 139首诗里面讲到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呢 就像我下套阴间里面 那里 你还是在那里 他要讲的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侧入散开 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生命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有那个很真实的一个生命 所以因为上帝是烈火 因为上帝是烈火 所以我们要用敬钱 这个我们要敬畏 这个敬钱 这个敬畏神的 全程敬畏神的心 感恩的心来侍奉他 感谢主 好我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做一个祷告 那之后我们可以有一点的回应 感谢主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荣耀归给你 透过主啊 你自己忠心的仆人 施洗约翰 祂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生生 见证你的生命 祂活出圣洁公义的生命 祂在众人面前 没有一个人可以对祂有任何指责 而祂因着活出圣洁公义诚实的生命 祂对罪恶的责备 是没有留情的 为着世间的生命 来感谢主 也为着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生命 来感谢主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重生得救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比别人好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行为 可以可夸的 当然是完全是因着你独生的爱子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留的所显出的国子 我们先靠祂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并且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 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如今我们可以靠着圣灵 靠着上帝的话 借着祷告的力量 我们来过一个简朴 也圣洁公义 层层实的生命 来荣耀你的名字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爹主 奉主耶稣基督 至高的生命祷告 Amen Amen 感谢 感谢